然而 事情的发展总是这么奇妙 从此以后 孙悟空再也没去过后厨 外面的世界里的好吃的多了去了 孙悟空可不愿意在后厨吃 不过豹小鸡可不这么认为 他觉得后厨的饭菜最好吃了 所以当时那个敲晕自己的人 一定会出现 然而豹小鸡一等就是七年 七年来 豹小鸡日夜无措 风雨无阻 每天都在大门口等着 等着孙悟空会自投罗网 结果却连孙悟空的眼都没看到 想想这只鸡还真是够坚持的 居然等了七年之久 不过最终还算有收获 终于把孙悟空等出来了 那还犹豫什么 豹小鸡扑上去就要啄孙悟空 孙悟空一个闪身躲开了 顿时也认出了这只七年前被自己打晕了的豹小鸡 虽然认出来了 孙悟空还是要假装不认识 万一人家的主人找自己算账可怎么办 孙悟空一边躲闪 一边冲着后厨叫道 这鸡谁养的 再不带回去 我可不客气了 这时候 一位中年人从后厨跑了出来 中年人脑袋大脖子也很粗 不过一双眼睛却只有绿豆大小 背地里弟子们都叫它斗鸡眼 之所以有这么个外号 主要还是因为它养的这只讨人厌的豹小鸡 再加上眼睛小的像个豆子 于是斗鸡眼的绰号就这么出来了 斗鸡眼管事看了一眼自己的鸡 这才对孙悟空说 我这鸡从来不招惹别人 你这个弟子 是不是招惹了我的这只豹小鸡了 孙悟空才不会承认 说道 我这还是第一次来这后厨 招惹你的鸡干嘛 这时候 旁边有弟子帮腔 说孙悟空平时都是自己在山门外做吃的 从来没来过后厨 管事的听了 招了招手 把自己的豹小鸡抓到了手里 豹小鸡就算到了主人手里 依然是恶狠狠地瞪着孙悟空 斗鸡眼管事 奇怪地瞅瞅自己的豹小鸡 不明白他为什么对孙悟空这么仇视 鸡被抓了 孙悟空就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到后厨了 路过斗鸡眼管事的时候 孙悟空也狠狠地瞪了豹小鸡一眼 并且说道 瞪什么瞪 再得把你炖了吃肉 豹小鸡一听孙悟空要把自己炖了 果然不敢再瞪眼了 不过他的主人斗鸡眼管事 却把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自己作为后厨的管事 还是第一次有人敢在自己面前 这样对自己说话 当即就要发怒 然而孙悟空理都没理 自顾自地走进了后厨 搞得斗鸡眼管事 一肚子火没处发泄 最后只得重重地哼了一声 孙悟空之所以来后厨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想吃点东西甜甜肚子 可是孙悟空来得早了点 中午的伙食还没做好 无奈之下 孙悟空只好要了两个馒头 一边吃一边离开了后厨 整个下午 孙悟空都在山门里东游西逛 这里看看那里瞅瞅 到了晚上才意犹未尽地 去了袁天罡的房间 反正孙悟空就是不想回自己的宿舍 谁的宿舍要是七年没住 脏得跟猪圈似的 估计也不愿意回去 找到袁天罡的时候 袁天罡还在挑灯夜读 看到孙悟空进来 十分惊讶 问道 师弟你怎么来了 孙悟空说道 师兄 师弟的宿舍脏到不行 今晚可得在你这借宿一晚了 袁天罡笑道 这个没问题啊 不过师弟不是一直都住在桃林里吗 怎么今晚突然想住在山门里了 孙悟空一头倒在袁天罡的床上 说道 今晚有点事 你也知道山门要是关了 半夜想进来挺麻烦的 袁天罡点点头 说道 那你就在我这将就一晚吧 时间一点点推移 睡到半夜的孙悟空 突然睁开了眼睛 为了不吵醒袁天罡 孙悟空轻手轻脚地下了床 之后又轻手轻脚地离开了房间 之后 孙悟空轻车熟路地来到了师傅睡觉的地方 其实这一路 七拐八绕的并不好找 不过孙悟空下午的时候 就看似在山门里乱逛 然而主要目的 还是为晚上出门 熟悉环境 要是白天不把路线熟悉了 大半夜的 说不定孙悟空就迷了路了 来到门外 孙悟空轻轻用手推了推门 果然不出所料 门并没有锁上 这样就更加证明 自己上午的推测是正确的 进了屋子 孙悟空朝里面一看 自己的师父菩提老祖 果然躺在床上睡觉 孙悟空推门的时候 其实声音并不小 可是菩提老祖 只是翻了个身 又继续睡了过去 因为不敢打扰师父睡觉 所以孙悟空就跪在了床前 一动不动 一言不发 就像是 一尊雕像 4 5 3 1 1 2 2 1 2 2